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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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这个时候春天不减肥夏天涂伤鼻之类的话又在网络上开始流传 毫不例外的马小姐也加入了不减肥就会涂伤鼻的行列 开始为了夏天能够穿上美美的裙子而努力瘦身 我减肥的主要方式就是节食 因为平时上班非常忙 没有时间去运动 我觉得节食是最有效 来得最快的 马小姐一直将自己的胃疼当作节食的饥饿感 所以一直没有在意 然而这样的胃痛 在时间的流逝下愈演愈烈 马小姐不仅经常腹痛难忍 还出现了呕吐腹泻的症状 马小姐开始怀疑 自己是不是吃错了什么东西 才会造成上肚下气 可是这些天 自己吃的食物屈指可数 怎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不适呢 那么我曾经碰到过一个这样的病人 病人的临床诊断是胃溃疡 后来我问病史的时候 了解到胃溃疡是由于他长期的饮食不当 而是由于他想减肥 但是他减肥有些方法不太恰当 难道真的是因为节食减肥 马小姐的胃出现了问题 原来由于马小姐长时间饮食不规律 假设平时久坐电脑面前缺乏活动 由于胃酸分泌过多 而造成了胃壁黏膜受到损伤引起的溃疡 如果延误治疗可能会引发胃出血 胃窗口严重的甚至引发癌变 听到医生的解释 着实让马小姐吃了一惊 知道节食减肥伤胃 却没想到会引发这么严重的后果 不得已 马小姐只能中断了自己的减肥计划 每天服用药物抑制溃疡 并且借除了一切辛辣刺激的食物 安心养胃 前几天去医院检查得了胃溃疡 然后就不敢再节食了 因为觉得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节食减肥都是次要的 可是马小姐的胃疼仍在继续 尤其在饭后更加明显 马小姐上网查了大量的资料 发现胃溃疡主要是在饭后出现胃痛 只要用心调理一段时间后 就会有所好转 我们在问病史的过程中 也是发现了这个病人 他的时间比较长了 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段治疗 抑制效果不太明显 没有治疗效果 这让马小姐有些费解 自己明明非常注意饮食健康 且按时吃药 为什么疾病几乎没有得到改善呢 难道治疗的过程中哪个环节出现了什么问题吗 据马小姐回忆 自己得了胃病后 为了让自己的病早日好起来 每天都会给自己的杯里倒上一些蜂蜜泡水喝 听朋友说蜂蜜养胃 马小姐每天早晨起床 晚上睡觉前都会喝一杯蜂蜜水 平日饮用的白开水也用蜂蜜水代替 甚至服药的时候也用蜂蜜水送服 众所周知 蜂蜜具有润燥养胃的功效 马小姐这么做听起来并无不妥 胃不好就应该多喝蜂蜜水 为什么医生听了马小姐的描述 却连连摇头呢 有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胃溃疡的病人 他的饮食治疗 有一个原则就是要避免一些刺激性的 或者是容易产酸产气的一些食物 那么蜂蜜它属于一个甜度非常高的一种食品 如果说纯的蜂蜜的话 不经过稀释的话 那么它对于胃的刺激性 还有它的甜度 它的糖分 会影响到胃酸一些分泌 原来我们日常听说的蜂蜜能够调理脾胃的说法 并非没有根据 蜂蜜能够滋润胃肠道 促进循环 可是这全身是饱的蜂蜜 却在马小姐身上变成了影响痊愈的元凶 加上减肥期间 马小姐也经常饮用蜂蜜水补充能量 本来胃退阳就是因为胃酸分泌过多 损伤了胃病黏膜 而在蜂蜜的刺激下 胃酸再次大量的分泌 因此阻碍了马小姐胃病的康复 终于揭开了马小姐胃病持续不好的原因 原来喝蜂蜜也有许多讲究 我觉得蜂蜜以前对它的概念就是回事上下都是饱 但是我却不知道蜂蜜它有哪方面是不能喝的 我希望请专家来帮我解答一下 其实关键还是一个量的问题 就是说蜂蜜它的甜度非常高 如果你吃的过量的话 那么它可能会产生一些产酸产气的一些反应 或者说甜度过高的东西吃多了 它也会有早饱反应 就是容易产生饱的感觉 不容易饿 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蜂蜜我们讲的一个是要注意用量 还有一个就是注意你用的时间 对这种情况还是要根据每个人具体的情况 那么如果你吃了蜂蜜 感觉食欲受到影响了 那么你就不适合吃这种东西 蜂蜜除了对胃会产生影响 是否也有其他人群不适宜喝蜂蜜呢 对此我们做了一些调查 发现网上出现了很多观点 观点提出 年幼的婴儿不是一只蜂蜜 那么首先呢 蜂蜜作为一种辅食的话 那么在婴儿开始添加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这个时间 对吧 也就是说蜂蜜尽管是一种 以糖为主的一种食品 但是它其中呢 也含有少量的一些蛋白类的一些东西 所以呢 食用不当的话 也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耐受 或者甚至过敏的一些情况 所以要添加的时候呢 要属于深重一下 我们在这个买这个产品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根据你自己的目的和你的目标人群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产品 龙眼蜜 色泽较深 粘稠度较低 可以改善心皮血虚造成的失眠心剂 枸杞蜜呈琥珀色 有着滋不干肾 有着滋不干肾 易经瞑目的功效 适合血气两灰 高血压 体质虚弱 势力下降等人群 阳怀蜜 色泽成水白色 颜色清亮 具有舒张血管 改善血液循环的功效 蜂蜜作为大众常见的食材 其功效也容易被夸大甚至歪曲 如何选择适合您的一款蜂蜜 不可以尽性能言 不要让别人的毒药成为了您的毒药 说到气球 几乎所有人都会把它视为浪漫和可爱的象征 我们都知道 大多数的人对于这种可以飞的气球是毫无抵抗力的 而商家们正是抓住了这样的弱点 于是把每年最流行的卡通图案印到可以飞的气球上 比如这场婚礼 正是因为这些漂亮的气球让场面不堪设想 数十位新人幸福满满 脸上洋溢着喜悦 可就在数十位新人一同放飞梦想的时候 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几只支气球突然发生爆炸 现场也是一片混乱 更有几对新人被不同程度的烧伤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好端端的气球为什么会发生爆炸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 如果想让气球飞起来 一般都会往里面冲入氢气 这是因为氢气本身的力度小于空气 所以才会飘起来 不过氢气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气体 它不但易燃 而且还易爆 这视频中因为气球所发生的意外爆炸 正是因为冲入氢气造成的 由于氢气球造成的危险是多之又多 网页上更是罗列出各种事故 不过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变 国家已经明令禁止给气球冲入氢气 慢慢的氢气已经逐渐的被代替 这种气体被称为氦气 氦气是惰性气体 是一种非常安全的气体 不会燃烧也不会发生爆炸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气球都是冲入的氢气呢 今天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那种最普通的头你不能给我便宜点吗 这都是最低的 因为我们这和武汉以外这么能带过来 这个会炸吗 什么气 太气 不炸吗 他知道不降火都没事 降火嘛 这个皮子他会装吗 你知道吗 但是他会炸吗 哎呦 要炸我们在这卖多年了 他见我会炸吗 他降火嘛 他装 我怕他装 你知道吗 因为这皮子一点都装 你知道吗 就怕这儿 炸 那要炸那得了吗 我们在这卖三十年 多少人来找了 随后我们的记者又取第二家钱去购买 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就这几个气球吗 我几个多年要多少的油 你这个能够便宜吗 你要几个吗 你给我七八个吧 七八个我也有水 你这里面是什么气 淡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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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都不要买 这能爆炸的吗 你能爆炸的 我不要买 我买人用试试吧 不炸的 你几个元 肩膀 我可能你都打不 从刚才的拍摄画面中 我们可以明确看到 商贩们都信誓旦旦的保证气球很安全 气球里面所使用的气体是氦气 为了搞清楚市面上所销售的气球到底是不是氦气 商贩们所说的话到底是真是假 我们决定找多个商家钱去购买 并且在众多气球当中挑选出款式不一的卡通图案 第二天 我们把在不同商贩那里购买的几个气球 带到了北京市朝阳区九仙桥消防支队 并在专业的保护下进行实验操作 实验一 当我们把多个气球当中的任意一个气球拿在手里时 另一只手拿住火源 紧接着把明火慢慢的靠近气球 没过多久 在我们离实验的距离有七到八米的情况下 还能听见砰的一声巨响 气球显然瞬间的发生爆炸 这让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震惊 所以当气球接触明火的时候 危险指数会大大增加 更给我们的人身安全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由于今天室外风力大于六级 为了不影响消防员进行正常的操作 我们来到室内进行以下的实验 实验二 我们把新的气球握在手里 随后用另一只手点燃打火机 并慢慢的向气球靠近 看 就在这一瞬间 这只气球也迅速的发生爆炸 并且烧焦 场面极其惊险 实验三 下面是我们在模拟路人手中的烟头 不小心碰到气球时的场面 由于烟头是微弱的火星 所以气球并未发生爆炸 只是出现了泄气的状况 这是由于我们的消防员在接过香烟时 香烟的温度已经下降 没有达到气体的燃点 一对手中的香烟被猛吸一口后 烟头的暗火达到一定的燃点 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单从卡通气球意报方面讲的话 可能不足以说服你 但是如果再从它的威力上说起的话 您可能就会瞠目结舌了 现在很多家长或者是年轻人 都喜欢把买来的气球放在家里或者是车里 其实这是一件相当危险的做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 气球在狭小的空间里 一旦不慎发生爆炸 它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呢 它究竟会与我们造成多大的伤害呢 实验4 首先我们找来了一个比两支气球还要大的后纸箱 把气球放在纸箱里 再把准备好的酒精棉球 用打火机点燃放到纸箱里 让我们再来重新放慢一下刚才的镜头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此时 一个小小的气球 已经把一个很大很重的纸箱震了起来 纸箱外冒起了黑烟 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迅速把纸箱拿到室外 而此时火苗早已窜出纸箱 逐渐蔓延开来 当我们做完4个实验之后发现 所有在不同商贩那里随机买的气球 都已发生爆炸 且威力十足 那么气球里可燃气体究竟占多少呢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可燃气体探测仪 进行一下检测 看看这里面究竟有多少可燃气体成分呢 咱们甲烷成分比较高 最高值达到百分之二十 二十五三十多四十多五十多六十多六十多 甲烷素质已经爆炸了 已经超过上限了 这只能测试甲烷氧化碳和硫化氢 甲烷成分已经超过空气浓度 刚刚可能是整个已经全排出去了 不下降了 已经整个报表了显示四个上下的电头 甲烷 那么甲烷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气体呢 这种气体都会运用到我们生活何处呢 其实甲烷在自然界分布非常广泛 在植物生长的过程中 植物的落叶腐烂的过程中 都会产生一定数量的甲烷 它是由一个碳原子和四个氢原子组成的 最简单的稳定有机物 它的密度只有空气的一半多一点 在人们日常生活中 家里做饭用的管道煤气主要成分就是甲烷 农村里面用的沼气主要成分也是甲烷 提到这些 我们可以发现甲烷和火几乎是分不开的 是的 甲烷广泛的被用作清洁燃料 尽管我们经常会接触到这种气体 难道把它冲到气球中就这么可怕吗 刘应书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气体分离工程研究所所长 甲烷首先它是能够燃烧 那么在空气中如果它的能够达到百分之五到十五 它就会产生爆炸 发热量仅比氢气又低一点 它的比重是我们空气中空气的一半左右 所以它现在常用在我们家用的这个天气 另外呢就是这个甲烷它来源比较多 从我们开始的天气气源 还有其他的一些后生的方法 都会得到甲烷 在化学手册上 我们可以查到甲烷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 根据我们的经验 家里在开始给煤气打火的时候 会有一部分的煤气泄露出来 同时会闻到一股特殊的臭味 难道这种甲烷是一种特殊的甲烷吗 甲烷本身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 但是在我们家用的天气里头 为了要这个用户知道泄露了 知道这个天气泄露了 所以里面添加了这个蒸抽剂 是我们泄露出来的天气有一定的抽味 暴力的这个气球也闻到这种抽味的话 那有可能它这里面 就是令家用的天气沉进去了 另外我们通过了解得知 家用煤气是能买到的 也是最廉价的甲烷器 大多不法商担用的 都是家用煤气冲的气球 这种煤气是肯定会有特殊的煤气味道 如果我们能够放点出来 闻一闻的话 那就肯定冲的不是害气 而是假玩了 不过让我们疑惑的是 商家们明知道气体危险 为什么还要欺瞒呢 这是不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清气因为是国家有规定不能用的 那么所以他们现在就要找一种别的气体来代理了 那么能够撑气球的气体 它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要别空气要清 那么现在除了我们所说的清气 还有现在国家规定的这个氦气 清气不能用 氦气呢消比之下就比较贵 所以可能大家就转向为找这个假玩 假玩呢 它的密度也是空气的一半左右 所以它也沉进去以后 它也能飘下来 所以有人就采用了这种方法 原来看似惹人邪爱的气球 竟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您还会为了这些会飘浮的炸弹 而蠢蠢欲动吗 临近年底 由于人口聚集比较集中 烟花爆竹随处可见 为了自身的安全 建议遇到卖气球的时候 尽量不买 以免发生意外 春节临近 北京消防提示您 注意用火用电 规范燃放烟花爆炉 如遇火情 请及时拨打119 祝大家过一个 祥和平安的春节 顾先生是一位公司高管 经常出差在外 今天他刚刚结束了 一个星期的旅程 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家里 收拾完东西 休息片刻后 他想要浸一杯咖啡盒 于是走进厨房 准备烧点水 可没有想到的是 水龙头打开后 才滴了几滴水 就没水了 这让刚出差 回到家里的顾先生 有些情绪烦躁 看到没有水 我在想 是不是没有交水费 欠费了 想到自己 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 欠水费的可能性很大 于是他立马穿上衣服 拿起水卡 急匆匆地跑去物业买水 但是当物业人员 接过水卡 正要输入买水金额时 却发现卡上 还有足够的余额 也就是说 顾先生家没有欠水费 可是 没欠水费 家里的水怎么停了呢 厨房里的水管流不出水 这可是亲眼所见的事实啊 会不会是 楼房顶上的水箱出了问题 物业人员表示 这不可能 因为如果水箱出问题 那么整栋楼房都没有水 不会单单只是 顾先生家里的厨房没有水 而且物业人员说 小区最近并没有对楼顶的水箱进行清洗 同时这几天也没有听说过 谁家出现同样的状况 所以因为水箱导致顾先生家停水的说法 是不成立的 既没有欠水费 屋顶的水箱也没有问题 很简然 家里的水阀也没有坏 那么 家里厨房的水龙头 为什么流不出水呢呢 顾先生越想越奇怪 从屋页出来后 他拨通了同住一个小区的同事的电话 欲闷的顾先生边想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边低头走进厕所 解决内急后 他随手按下马桶的冲水键 一怪了 侧头的马桶有水 再打开洗脸盆的水龙头 也有水放出 再打开洗澡用的脸蓬头 也有水流出 这下顾先生更疑惑了 家里怎么会厨房没有水呢 而卫生间却有水 这真是有点蹊跷 就在顾先生忙无头绪的时候 一个念头从他脑海里闪过 莫非是家里厨房的水表坏了 我越想越觉得是不是厨房的水表坏了 因为我们家是老小区 以前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过 是不是真的那个水表坏掉了 越想越觉得是这个原因的顾先生 没有办法 只好又穿上衣服来当瘟疫 可是物业工作人员也解释不清楚 为什么会这样 只能让水工师傅先去顾先生家里看看 检查一下 水工师傅来到顾先生家后 先是对他们家厨房的水表进行检查 奇怪的是水表完全正常 一点问题没有 于是他们又把注意力放在了水管上 可是一番折腾后 他们发现水管也都是好的 既没有漏水也没有被堵上 到底是谁把顾先生家厨房的水给断了呢 就在大家都纳闷的时候 一阵滴滴声引起了顾先生的注意 这是从他们家的净水器里传出来的声音 突然听到这个声音把我吓了一跳 我和那个水工师傅商量了一下 是不是问题出在净水器上面呢 净水器真的会关掉厨房里的水吗 顾先生和水工师傅为什么会怀疑是净水器呢 尽管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但是该查的地方都查了 现在就只剩这个净水器这块地儿没有做检查 先查查再说吧 果然 经过水工师傅的仔细检查 他们发现原来真的是净水器出了问题 它就是导致厨房无水的真凶 厨房没水的原因找到了 可是顾先生纳闷了 这个净水器一直用的都是好好的 怎么会突然神奇地让厨房停水了呢 难道是净水器出了什么大故障 着急的顾先生赶紧给净水器维修客服打了电话 没想到电话的另一头却告诉他 净水器并没有出现故障 而是自己自动断水了 什么净水器还能自己断水 这太令人费解了 净水器里面装有芯片 净水器过个滤芯的状况 包括运行的状况 都会自动地传送到 云端如果发生什么故障 那么他会自动地报警甚至于停水 原来净水器会根据滤芯的使用情况 来提示用户及时更换 否则他就会自动断水以保障水质的质量 顾先生家里传出的风鸣声 也就是净水器提醒的声音 不过因为顾先生一直出差在外 所以等到他回家的时候 净水器已经自动断水了 才会出现厨房停水的乌龙事件 购买经水器后 一个方面要找专人来安装 另一方面要经常进行保养和维护 更重要的是要即时更换律息 按说明书和什么有关要求的更换律息 如果不即时更换律息的话 就会造成水质的欧子污染 使出水的细菌和亚硝酸盐超标 达不到饮水安全和健康的作用和效果 终于弄清楚了家里停水的原因 第二天维修客服人员就来到顾先生家 帮他把家里的滤芯全给换了 顾先生家又喝上了安全放心的水 那如何能让家庭用水更干净一点呢 也许有很多家庭都会选择安装一台净水器 可是面对市场上种类繁多 功能不全的净水器 我们究竟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家庭使用的呢 购买净水器一个要根据你当地的水质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要根据家庭需求 人员多少 第三个要根据你经济情况 第四个就是你要根据你家里的安装净水器的位置 这也就是说净水器的选择还是需要因地适宜 比如北方地区水中的钙煤离子含量较高 容易结构 就更适合选择带离子交换树枝滤芯的过滤净水器 而对水中含滤味道较重的地区 可选购活性碳较多的净水器 对于污染严重 需要直接引用的家庭和选购反渗透 不过不管您最后选择的是哪种净水器 都需要定期及时的更换滤芯 一月的成都透着一丝凉气 小江是一名公司百里 因为早上有个重要的会议 所以他早早就出门来到了公司 当小江汇报完自己的相关工作后 下意识地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手机屏幕上显示有一条未读短信 正当大家都在认真地进行会议讨论时 小江突然大叫一声 我们家进小偷了 然后就赶紧请假 拿着手机匆匆忙忙地往外跑 小江家进了小偷了 这是怎么回事 是谁通知了他呢 不知道家里是什么状况的小江 在回家的路上越想越觉得担心 想到男朋友的公司离家也不远 于是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让他在楼下等着自己一起回家看看 就是我早上上门特别忙了 都没有时间看手机 当我在家里可能进了小偷的时候 我就特别着急 所以我就想赶紧回家看看 急急忙忙赶到家的小江 一进家门就发现家里有被人动过的迹象 预感情况不妙的他 赶紧拉开床头柜的抽屉 果然前两天刚刚与男朋友一起买的结婚戒指不见了 这结婚戒指不见了 可怎么结婚呢 小江伤心不已 在男友的安慰下 小江的情绪稍微有点好转 于是两人商量 想先找乌业的保安帮忙查一下 找到线索再报警 小张是乌业的保安 平时没事的时候喜欢看些侦探小说和电影 所以对破案特别感兴趣 那天上班的时候 小张接到江小姐的电话 于是就想帮帮他们 正好也能施展一下自己的才能 小张先是去了江小姐家了解情况 然后准备去翻查小区的监控视频 但是却一无所获 于是他想 是不是向周围的邻居打听一下 说不定会有什么新线索 于是小张敲响了江小姐家对面邻居的门 在和邻居大妈说明来意后 大妈告诉小张 下午他在家里休息的时候 听到隔壁传来奇怪的声音 于是他就从猫眼望出去 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隔壁跑出来 好像很着急的样子 难道邻居大妈见到的那个人 就是小江口中的小偷 小江手机上收到的信息 是邻居大妈发给他的吗 我没有小江的手机号 也没有给他发个短信 看来小江收到的那条短信 和邻居大妈没有关系 那他又是怎么知道家里见了小偷了的呢 而且小偷为什么会急急忙忙的跑走呢 他是被人发现了吗 是我把小偷下靠的 要及时发现小偷 采用的是被动式红外探测器 这种探测器是对人体释放出来的红外线进行检测 可以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内实现 人体的入侵探测 当红外探测器发现小偷后 探测器通过无线信号 及时告知摄像头 摄像头收到信号后 利用协议判断出 是哪一个探测器发出的报警信息 然后摄像头自己调整方向 并进行自动拍照和录像 因此一个摄像头 就可以实现多个方向的拍照和录像 就在大家疑惑不解的时候 小江开口说话 阿姨你看一下 你刚才看到是不是这个人呢 像吗 嗯 你看 等一下 你看像吗 好像有点像 小江是怎么得到这段视频的 莫非他在家里装什么秘密武器 这小偷探测器也太大了 就是 还敢在我们家看电视 就是 你看他 为什么小偷在小江家的一举一动 都会被记录的如此香气呢 原来小江从走出家门的那一刻开始 整个家就自动进入警备状态 我知道家里经小偷 是因为我手机上收到一张照片 照片上显示了一个男人在我家客厅的背影 但是从这个背影来看我好像也并不认识 所以我就怀疑是小偷 摄像头之所以能够及时准确地将报警信息 传递到用户的手机上 是因为每一个摄像头都有一个唯一的身份ID号 用户的手机中安装了专用的APP软件 软件中通过ID号与自己家中的摄像头进行关联 当报警发生的时候 系统就会知道该将报警信息发送到哪些用户的手机上 婚妻临近 尽快找到戒指是当务之急 于是小江他们根据保安小张找到的线索 和手机收到的那段视频来到了公安局报案 几天之后 小江男朋友收到了警察的电话 原来在视频的帮助下小偷很快被抓住了 可是小偷却说戒指并没有在自己身上 那戒指究竟去哪里了呢 小江和男朋友翻遍了家里所有的角落 但是依然找不到戒指 绝望的小江坐在沙发上轻声抽气着 这时传了一阵敲门声 原来是小江的阿姨带着侄子来看他 阿姨安慰着小江 侄子在一旁玩球 突然侄子拿着一个亮闪闪的东西在那玩 那不正是小江的结婚戒指吗 小江高兴地跑过去 激动地拿给男朋友看 原来那个小偷已经观察小江他们家很久了 知道那个时间段没有人 于是胆子就很大 在他们家毫无顾忌 可是没有想到突然会传出小江的声音 于是在仓房逃跑的过程当中 将戒指一落在鞋柜的旁边 因为实在是太角落了 所以小江他们一直没有发现 戒指找到了 小江的婚礼也如期举行了 可是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便利 还只是刚刚开始 越来越多的智能系统将进入我们的生活 也许在不久的某一天 家里的电器会模拟人的思维方式 能够在特定的环境中自动地调节工作模式 比如您在看电视的时候突然来电话了 电视机就会自动地关小声音 空调工作了 门窗不用您烦神就能够自动地关闭 从冰箱取出食物时 微波炉 电磁炉自动地设置准备工作 不过聪明的房子只是迈向未来智能生活的一小步 随着科技进步的发展 智能的理念将遍布我们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中国人做菜讲究油温和火候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两者掌握的好不好 会成为菜肴烧的好不好的关键 可是有一天 当我们做菜的时候不再需要火 甚至也不需要油的时候 这种颠覆性的烹饪方式 您敢尝试吗 今天是周末 小王和几个朋友约好了一起吃饭聚聚 来到餐厅点菜后 没会儿服务员就开始上菜了 不过服务员端上来的菜有些奇怪 这道菜竟然是一颗颗完整有光泽的蛋黄 乍一看很像是生蛋黄 这道菜更有意思了 竟然是两颗螺丝钉 而且好像是刚刚从土里挖出来的 这难道也可以吃吗 我第一次看到服务员把菜端上来的时候很惊讶 和平时以前的菜都不太一样 我究竟能不能吃我感觉这个菜 抱着疑惑心态的小王 用勺子舀了一勺生鸡蛋送到嘴里 没想到这生鸡蛋黄吃起来竟然是南瓜的味道 再去尝尝别的菜 他也惊奇地发现 吃起来的味道和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这种奇妙的味蕾刺激让小王感到非常惊讶和兴奋 其实这些让小王感到惊奇的菜肴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分子料理 分子料理其实就是运用科学的方法解构食物分子的化学物理特性 把它用另外一种食物的姿态沉浸在您的面前 欺骗了您的眼睛 却不能欺骗您的味觉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分子料理属于高大上 离我们普通老百姓很远 但是其实中国很早就有了分子美食 而且几乎人人都吃过 那就是甜花糖与豆腐花 简直是糖受热后经过离心力变化成丝 这是一个物理变化过程 或者是豆浆加入石膏粉后发生了化学变化 很想学做分子料理的小王在服务员的带领下来见他们的大厨 郭宏晓 中国分子厨艺烹饪第一人 小王和郭老师说明了自己的用意后 郭老师心然答应了他的要求 准备开始教他做几道简单的分子料理 不过让小王感到奇怪的是 郭老师的案台上并没有厨房里常见的锅碗条盆 取而代之的是一堆在实验室才会出现的凉杯秤等等物品 那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呢 做一个南瓜做的一个蛋黄 首先的话我们这个是打好的一个南瓜工 在纯净水里面我加了海藻胶 然后搅拌一下 这里面的话就是清水 我教你然后怎么让它做成一个圆球状 首先这是一个专业圆球的一个工具 这里面呢剩三分之一的液体 然后我们把这个南瓜荣挤到里面 然后呢在水里面的话呢 然后呢让这个海藻水淹到它 多晃几下 多晃几下 多晃几下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放到这里面 它就变成一个球 很圆的一个球 然后我把这个然后球这个球的话 然后呢再放清楚消息一下 对这样的话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上面的一个胶水瓢气掉 然后比较干净 超级的没有粘稠感 然后我们沥干水分装到这个勺子里面 这样就是我们做好的南瓜蛋黄 大家一定很奇怪 为什么放在勺子里的南瓜融会凝固成一个个的球呢 郭老师告诉我们 这是因为在南瓜汁里面加入了一种名为海藻销钠的物质 这是一种从海藻中提炼的食品添加剂 它遇到绿化钙的溶液后 会瞬间发生化学反应 在南瓜融表面形成一个海藻酸钙的薄膜 让南瓜变成了蛋黄的样子 但却还是南瓜味 分子料理改变了传统的烹饪方式 这样食物不单单是只是食物 而成为视觉味觉 甚至触觉的心感官刺激的烹调概念 这样的食物从外表上 可以欺骗到食客们的视觉 然而吃下去却是满口的惊喜 现如今 人们保健防病的意识逐渐增强 各种各样关于健康的吃喝玩的内容 重置在网络微信中 那么 有没有一种方法 可以在不损伤身体的情况下 实时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呢 还别说 真有人从网络上搜索到了这样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 作者指出 手指上的月牙 就可以作为身体健康状况的晴雨表 它与人体的肺 肥 肠 胃 心肾等 都有着关系 月牙越少 表示筋力越差 体质越差 绵力越弱 也意味着人越容易疲劳 看看 说的似乎有模有样 据说 看了这篇文章后 不少网友热衷于 数月牙 变健康 文章甚至还举了几个例子 说网友 热衷于此事 比如网友 知道 就是其中之一 真的吗 以前我有八个 现在只有六个了 不过 没有月牙 指甲 好看些 而网友 聪明 则大呼悲剧 因为在他的手上 一个月牙都没有 但也有很多人保持 半信半疑的态度 认为自己手指上 一个月牙都没有 依然活得非常健康 那么 手指月牙 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它跟我们的健康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为此我们请教了 解放军第306医院 中医科的张博主任 张主任擅长于 利用传统中医理论 治疗疑难杂症 并且有着丰富的 临床诊治经验 这个半月痕呢 是我们人体 就是指甲的近心端 也就是靠近甲根的处的 一个就是月牙 就如白色的月牙 这个月牙呢 和我们人体的 这个健康状况息息相关 它的精气血 都有关系 它代表着我们身体的 一个机能的阻挡 手指上的月牙 又叫半月痕 是指在指甲下方 五分之一处 出现一条白色弧形的痕迹 正因为指甲半月痕 是人体精血的一种代表 所以又被称为健康圈 在我国传统的中医理论中 指甲上的月牙 是判断身体健康状况的 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 它正常应该是个乳白色的 咱们也就是说 老百姓还说奶白色 和牛奶的奶白色 是近视的颜色 它的形状呢 应该是月牙型的 就是不能 就是形状不能有什么变化 那么正常应该是这样的 大了小了都不小 往上流传 手指上月牙数量越少 越容易出现贫血 月牙数量越多 代表着身体越健康 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为了验证这篇文章 所写内容的真伪 我们特地的找了四个志愿者 来参与一下实验调查 小和24岁 一双手上有两个月牙 老罗46岁 一双手上有五个月牙 小董24岁 一双手上有七个月牙 小李26岁 一双手上有十个月牙 四个人中 小和一双手的月牙最少 只有两个 而最多的小李 每根手指上都有月牙 那么是否意味着 小和肯定贫血 而小李就一定身体健康呢 为此我们记者带着四名志愿者 来到了解放军 第三零六医院的门诊 才解释 筹取了四个人的静脉血 进行血相分析 那么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它有的是内热 内热热服在里头 它其实顶不上去 还有弹死气质了 血淤了 它也脏了顶不上去 咱们就说血液循环不好 那么气质血淤的人 它也是出现这种问题 贫血的检查 其实并不复杂 从血液检查报告的 血红蛋白浓度数值 就能够基本的判断 低于12克每分声 极为贫血 现在我们看到 四位志愿者的血液 已经抽取完毕 医生将对这四管血液 进行专业的贫血检测 那么这四位志愿者的 血液报告结果 真的能与指甲孕牙的 多少相吻合吗 结果我们拭目以待 现在检验室的医生 已经将四张化验单 打印出来 只有两个孕牙的小盒 会不会真的像 想象中的那样出现贫血呢 而拥有全手指孕牙的小礼 是绝对健康呢 我们请解放军306医院 中医科的张波主任 来对我们分析解读一下 四张化验单 这是我们今天查的四个检验单 这四个检验单呢 他们有不同大小的半月 和不同的数量的半月 那么这里头呢 就是第一个病人呢 他只有两个大拇指 有一点点半月 那么他的检验结果呢 血红蛋白是10.8克 是属于轻度贫血 那么第二个病人呢 两双手有五个小小半月 非常小 那么他的检验结果呢 是12.2克的血红蛋白 但是他是在正常范围内的 只是在正常范围低限 那么第三个人呢 他的这个血红蛋白是14.5克 但他的他的两个手呢 是总共有七个半月 这七个半月呢 大小是10中的 第四个人呢 他的这个血色数呢 他血红蛋白呢 是14.13.4克 这13.4克 是一个正常的 一个血红蛋白的一个指标 这也就是说 从四位志愿者的血液检验报告来看 仅有两个月牙的小核 存在轻度贫血的问题 老罗的血红蛋白虽然稍低 但也在正常的范围内 其他人的血红蛋白指数完全正常 我一直觉得自己身体挺好的 经济水也很足 其实有时候累了一点呢 恢复起来也比较快 我有时候会感觉自己用不上力气 走路多了就容易累 还特别容易犯困 结合志愿者的讲述和实验的结果来看 手指上孕牙的数量多少 与这个人贫血之间只存在一种可能关系 极有可能预示本人是否有贫血 但是张伯主任已强调 简单的属月牙的数量 对自我诊断贫血有一定的意义 但没有临床意义 大约很小的人 他的自己状态下降 很有可能会有贫血 但不一定都有贫血 临床上 抽血化验血肠规 才是诊断贫血的金标准 那么如果我们指甲的月牙不正常 能通过什么方式来补救吗 第一个首先我们说要注意生活方式 对吧 生活方式生活节律 那么你一定要把自己的生活呢 就是推进这个问题 说明你身体状态已经下降了 那么下降了 那你就要真真对待 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首先咱们说一时住行 要一定要按照咱们说的自然规律来做 尽量尤其不能熬夜 对吧 反正饮食要无极 有规律 不能抱一道书 对并且呢 我们还可以 比方说气血是亏的 我们可以补点气血 吃点恶骄啊 吃点红旗啊 人参啊这类的 那么还有一个气血瘀的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们可能一个是借助医生 那么我们一定要去看医生 因为它会给你的指导 一般情况下 手指月牙数有8到10个 大小均匀 奶白色 基本能反映出身体机能状态不错 当您发现自己手指上的月牙 有颜色变淡变深 形状也有不同 甚至月牙数量在短时间内变少 就应该引起重视 并到医院接受专业医师的指导 我会给你一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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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